去到美市,港股都没大起息 相信今个星期恒指都要跌 我们选一只价量齐升的股份 下游的燃气股,中国燃气来谈谈 午后越升越有,升幅到超过一成 现在都升8%,25.8% 消息面都有,早前有股东南韩SK集团带走减辞 上日公司出了通告,向董事和员工 售出合共2.6800万份的股份期权 行使价每股是23.8% 跟上日的收市价一样,即是没有日价 这跟我们平时理解的员工激励计划是一样的 戴和形容,这个计划消除了另一个不确定性 看到今天股价的反应,似乎大家都很败 这个消息是否真的利好 李高,这些所谓股权激励计划 即是stop auction 在中资公司走出来,很神奇 不知为什么,股价升得很厉害 上一只股价升得很厉害的中资股份做同样的东西 就是168,就是青岛碑 今天另一只股份也是中国公司,也是做这些东西 那个不是股权,股份激励计划,更厉害的那只波士登 都是这样走出来 原先的理念就是,为什么股价会升呢 就是,现在发选择给Nicola 如果23.8%的话,你这些选择是废纸 它有一个指引,就是那个目标,如果你是可以达到 那你就可以有这些选择了 那我们就去崩壁那个目标 为免我的选择是变成废纸,我也想有一个bonus 也都看到,最主要令到市场,最正面的就是 Nicola所成立的目标,就跟去年的目标差不多 今年我们看燃气股,看得很不行的,一是本身停工停市 那对燃气的需求也都不行 而且二是油价这么低,我用油都不用燃气 那需求也都不行的,所以就有这些因素在 但是,如果你关乎这么多次这些股权激励计划 这个股价都是炒一两天的 所以,究竟我所担心的那些燃气需求 是不是真的这么不振,那些不明朗因素 似乎还在,大家不要看这只股份,看得这么进取绝 你说的目标,其实它也有提出来的 就是22年3月底子要有140亿港元的盈利 如果不行的话,也有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23年3月底子有150亿港元的盈利 看回19年3月底子的盈利,其实都只有82亿 不过大和竟然是说,这个140亿,150亿的盈利预测 是比起他们的预期低,就是说是否这个目标是不难去达到呢 我和大行的看法分歧得很大,因为我见到非常多的大行 从City,花旗到那些都好,他们对于中国的盈利事业 被看得很激进的,是 连连两成增长,但是我就在怀疑着,究竟由煤转气的转化 以往是,比如电厂是烧煤的,转做燃气的发电机组 又或者是工厂工业用的大部分都转做燃气 这个需求的增长是否真的那么厉害,因为以往我们见到 中国燃气我们买的就是农村的煤转气,就是工业那里是用天然气的 另外当然是俄罗斯工气那里,但是外于中国的经济 现在都是疲乏不堪,还是负数的,而今年还要加上 还有很多额外的不明朗因素,刚才我说过有,会失败了 另外就是如果中国要刺激经济的话 我就怕所有上游成本的一些,包括燃气、电价 所有东西全部会逼着减价 所以这部分我就和大行的看法就真的是,它不是觉得是 叫做差过他们的预期的,我说有这样的数字也算是这样吧 就是跟上年差不多,所以看法上面会有些分野 看回计划的一些条款,行使价是23.8,是没有日价的 还有它的发行股数大约是5%的扩大后股本 就是怎样看它会选择没有日价这件事呢 不是应该设定高一点,让员工可以更加有动力去推高这个股价 才是一个正常的做法呢 现在我就觉得它已经设定了一个我觉得挺高的一个目标 就是你的预期都已经是要砍掉了 所以它是不是真的做到呢 这里我仍然是有点怀疑 中国燃气现在少了一个不明朗因素的 就是因为它多了俄罗斯供气 它供应方面是没有问题的 以往中国燃气就是消气量没有增长 就是因为它没有供应,没有办法可以消气 但是最主要就是无论石油天然气所有的资源都是同一个问题 就是要有需求才可以的 所以这部分我就怕它究竟是否可以做到这样的增长目标呢 我都不是说什么奇权淫日价 它能否达到去年的目标才算 你都一直很强调要看它究竟基本面是怎样的 其实大和份报告都说预计了4月到9月底是会疲弱的 预计过6月公布的全年业绩都会差的 主要都是说燃气销量大跌 农村燃气补贴是会减少的 是不是说短期其实对它股价的刺激是不会这么大 就是现在26元这些位置都算是已经高追了 如果现在追进去 它会跟着市场反弹的 它跌了一绝日子 但是我都在看27、8元 就很难回到30多元那些中国燃气 其实整版里面我都很怀疑的 最近最厉害的是困论能源 新澳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其实无论液化天然气 天然气或者管道的销售 今年连内房都销售得少了 你怎么博这么多燃气管道 所以凡凡来说我数来数去 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它要升这么多 所以尤其是燃气价格 如果有机会好像我刚才那样 嘩口说中 真是有个叫做减低 它们很伤的 所以这部分我就看风险 就比我们所说的那个直播空间 所以上到这些位置 我暂时觉得它可能会跟着 如果销售都升了一两棍的 但是幅度上我就不敢看得太远 就是向下的空间似乎比向上是大很多 是的 尤其是现在的需求 虽然说中国是复工复市的 但是距离整个工厂 我们说full scale 就是要做到的复工 就是你自己复工而已 但是外面的需求是零的 你都没有出口的 接着整个经济的结构 还要面对着很多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要用这么多天然气呢 这部分我很有怀疑